小娘,可以吃饭了 苏晓菱做好了早饭,过来喊了一声 青芝,我可以这么叫你吗 齐行之疯狂点点头,当然可以了 一起吃个饭吧 齐行之看了看苏崇苏华,有些不好意思 那我就打扰姑母和姑丈了 等到入座一起吃饭,齐行之又看见了两个生面孔 其中一个不用说,她画出来过肯定是姑母的女儿 但另一个相貌对不上,应该不是姑母的儿子 齐行之下意识地看向苏华 这是小玲,是我三妹 这是周恒,是小玲的未婚夫 你之前可能没注意,她也参加了那几次交流会 原来是这样,您们好,我叫齐行之 是三表妹的未婚夫,那应该是很熟 但在交流会上,她好似没看见苏崇苏华和她走在一起过 这又是为什么 齐行之有疑问,但也只能藏在心里 这些事情都不是现在的她能多问的 齐行之看着丰盛的饭菜,心里安心不少 吃得好,代表着姑母的日子过得不错 饭桌上,赵氏给齐行之夹了一些菜 关心地问了问齐家人 齐行之眼圈有些微红 家里人现在都不多,齐家是武将施家 子孙们都要上战场的 现在家里人不多,我爷爷那一辈 几个兄弟也都掉量在战场上了 现在也就是我曾祖父,我爹娘,还有我和我大哥 本来呢,我还有一个伯父,一个小叔 小叔死在战场上的时候,还未娶妻 所以呢,就没有留下子嗣 伯父膝下有两个堂哥 前两年守卫边疆的时候,也死在了战场上 他们只是定了亲,还没有成婚,也未有血脉留下 现在齐家能战的也只有我大哥齐行风 他今年十八岁,已经定亲了,明年就成亲 我娘说等大哥成亲留下血脉之后再上战场 他说完笑了笑,然后专心吃饭 他是笑着的,只是泛红的眼尾,看着让人心疼 齐家现在人丁单薄 只从这短短的只言片语就看得出来 相知 赵氏有些心疼,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苏三郎也惆怅,他觉得很沉重 他们百姓之所以有平凡安宁的生活 那都是将士们以血肉交入换来的 齐家只是个例,除了齐家,还有很多人 以区区血肉之躯守卫着一方疆土 姑母,你不用安慰我 我们齐家是武将世家,我们本来就是武人 而作为将士,医生的使命就是保卫疆土 能光荣地死在战场上,是每个将士最大的荣誉 我们也不例外,只是抛出国家大事 于我眼里他们只是我的亲人而已 所以提及我心有所感 行吃啊,听华哥说,你身体有些不好 正好我家小璐是学医的 一会儿给你好麦看一下,可好 好好啊 小璐妹妹学医,那有师父吗 我在太医院有认识的,我可以送你进太医院学 苏小璐正在喝汤,枪壳了一下 谢谢,我有师父了 小璐,不用客气的 太医院那边呢,有曾祖父的旧师老友 和我们家很熟的 谢谢你,现在真的不用 如果我需要的话,我再去找你吧 七星之是好意 但他已经有天底下最好最厉害的师父了 谢谢你,现在真的不用客气了 谢谢你,现在真的不用客气了